HELLO 大家好 我是gevin 在霹靂當家主角蘇寒貞以葉書的懶人包登場後 同屬三巨頭之一的葉小猜怎麼能夠缺席呢? 今天懶人包就帶大家回顧刀狂劍屍的成名之路 葉小猜在霹靂之尊第一集正式登場於霹靂武林世界 直至今年2022年4月29日 登場已滿33年 這次特集也帶大家回顧他的造型、武器、武學、身份 葉小猜自出道以來前半身悲情 為德政之手之身自斷舌頭 經歷親人、恩人、朋友一一離去 極慘遭遇也造就角色心如止水的穩重形象 造型大多以藍、白為主要設計 目前統計葉小猜造型約37套左右 為三巨頭排名第二 但與蘇寒貞、一夜書不同的地方是 葉小猜化身的角色僅有魔吞不動成的蒼蠅宮 所以此次造型也有將蒼蠅面具版納入此次列表當中 以下也替大家先回顧葉小猜各時期的造型 為四次文化阴展示之館 則被提供出在日子中 說明點材豐富蠅目 時直清馬遭遇很快 台詞把極競監聲進行平靴 炼蠅面具版的齢居 操慘 能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30年来的造型中 猎小猜最著名的特色 即为脸上的英雄八 以及为领悟之手之身时的一夜披肩白发 刀剑双修的武学特征 几乎每一套造型背后都会搭配刀剑 沉默无言的特色营造该角色独特的风范 夜小猜在霹雳神舟时期 法型进行第一次更动 猜除而是法型首次以中旁分呈现 在并边多了挑篮法术 至冰甲龙恒时期多了灰色法丝 增加层次外 部分战役增加了术法造型 让夜小猜的造型除了散法外多了一些变化 创神篇夏雀首次以化身形象登场 一改过去披肩散法形象 将长法塑起更增添内敛稳重 而前面有提到夜小猜造型 皆会搭配刀剑进行设计 而夜小猜的武器数量 也是主角当中最多的一位 这边先整理列表 伴随夜小猜登场的刀剑 拼凤刀 紫黄剑 即为席日恩施 半驼飞 亲自铸造 刀剑上刻有刀狂剑吃四字 抵定夜小猜刀剑双修的不凡修为 此副刀剑后为对付三图判 取出吸雷针而被回去 挂日刀 流银剑 则是一夜书到巨书岩所取出的一对刀剑 同样替夜小猜提有刀狂剑吃 前后两副刀剑皆收入于巨书岩古今神器十八种内 东武林五大神器 其中十方灵动为五大神器之首 具有能自我思考的剑灵 为夜小猜偶然于天机湖所调得 因欣赏而认定夜小猜为主 邪不沾哲是鬼王冠 欲以此刀拦杀夜小猜 反被击败而所得 此刀具有强大的邪器 会影响夜小猜之意识 后被一夜书逐一收之保管 而中间也曾替换夜勤刀 半针剑 望年之剑 而夜小猜首度打造的兵器 则为创世狂人时期 天机湖底所发现的告星点额 打造成告星双利 后于血肉长城诛杀吃魔一意中 射杀养生石双冠 而遗落在血肉长城中 其后素涵针前往硬心洞 以置身智慧换取刀剑 提上刀狂剑尸送给夜小猜 此副刀剑每出鞘一回 素涵针即会退化一次 后沃云先生俯出江湖 便向夜小猜夺回此副刀剑 暂时保管 情甲仙为夜小猜替换零食刀剑 则为古今神器十八种中的 百情魂千兽魄 后被削削所集会 受半花龙煽动的金小开 为夜小猜分别在香山落日头 与火灵脉取得雕刀 西江神剑 此副刀剑意味其带来多重危机 这部分我们会留待后续 英雄事迹中复复 在夜小猜进入菩提界后 通过法藏眼考验 取得佛门圣器 白玉刀 清玉剑 后对上持有沾血兵额的 希望功成成主不敌而断 农成圣影时期 狂越酒消 吃水苍浪 则为绝民死 为夜小猜精心打造 后被异度魔界情魁改造后 此副刀剑也下落不明 遭受魔化的夜小猜 古剑缺 也为其打造 宙式之刀 罪业之剑 在后来夜小猜回归正道后 也更名为俗士 敬业 于天剑之针中被毁 夜小猜也继承荒神所化的天剑 搭配刀器 折势 死光之塔 不一失忆所正之刀 消防润战时期 夜小猜被树贤青偷袭而亡 在肃寒针 一夜俗奔走下 夜小猜重现服务足 原古武族神兵 融合荒神龙器 而成的太武神器 取名 无声之狂 无心之痴 后被九二剑尊 以重携剑锁断 在霹雳金涛时期 曾短暂使用 长日昆吾的配剑 名神 后在机缘巧合下 回到过去 夜小猜为纪念恩师所正的 第一副刀剑 所以特地打造 坎林双器 纪念恩师 明星为龙手 侧物为斧头 效法过往龙手 狮头的 阴凤 紫皇 以及风刃上 分别科友 刀狂 剑尸 皆是代表 向半驼废致敬之意 前面回顾完 夜小猜的武器事迹中 可以发现 夜小猜的武器 也伴随着他人际关系 而夜小猜 与素环真 一夜书不同的地方是 夜小猜大部分的剧情 皆与情相关 更是霹雳世界中 有明确当上 曾祖父的角色 这边也替大家 整理夜小猜的主谱 给大家观看 夜小猜的父亲 为携手魔魁满天红 亲生母亲 则为夜晚亲 当初满天红 为报答 一件万身的恩情 将夜小猜送给一件万身 与一刀万杀 作为他们的四童 而在此期间 杰氏萧竹营 产下金少依 后化名金少爷 与欧阳林产向夜小猜的孙子金小开 花飞花 金小开也与自在天女 产下真孙金小霞 长大化名悟见生 与益春寒杰氏成坤 这边也特别分享 花飞花的老公 可是武林复兴 请假先哦 虽然 我是觉得这个感觉蛮怪的 我的战友 娶我的孙女 而改变夜小猜一生 最重要的恩师 即为天虎八将的 巧容半驼废 夜小猜 曾为半驼废 所出的 知首之声而苦恼 后因欧阳上智 替其点破盲点 让夜小猜 为其效命20年 在欧阳上智身亡后 夜小猜 与肃寒珍大打出手 在其路人 与仇魂怨女的劝说下 夜小猜 与肃寒珍放下仇恨 成为知心智友 此麦县时期 夜小猜成为无心驼闭门弟子 休息隔山皆迈 霹雳王朝时期 三教夫子 道尊 老佛 分别收狂刀 建军 夜小猜为徒 组成三传人 共抗受魔害的三教主 魔魁 除了以上关系 夜小猜 也呈指点多位角色武学 以下也替大家整理 夜小猜的徒弟 与承受夜小猜指点的角色 其中明战 虽是阴记策拜师 他的经历 却与少年时的夜小猜一样 亦感化明战心中仇恨之心 迷都白 刀员 剑狼 皆是受夜小猜所救 刀员 剑狼 更受夜小猜证明 刀疾流星形 剑影 昊月光 与前面的徒弟不同 七成则是受夜小猜所证招 活杀流声 更是夜小猜著名招式之一 极快剑速 使被杀者不知自己已死 不断重复被杀前的最后一句话 即为活杀流声的招牌特色 而贯彻夜小猜的武学造译 则是三式剑意 探 自迁 必胜 以探衡量试探提手 自迁为防守抗衡 必胜则是前两式剑意结合 由进攻到防守 找出弱点 直至一级必杀 达到必胜 夜小猜的代表武学星剑 则是其悟出之手之身的真谛 练就禅剑合一的境界 其精力赋予星剑能量的动力 与老佛所学三教密招 班若灿 在多场战役 结为中战大招 而夜小猜在剧中因无法言语 随招式皆以旁白呈现 如隔止段数 刀落雪花 雪花盖顶 为诛杀死神 修习天剑三绝 圣路天行 圣耀天光 圣威天爵 为迷独白出面 对决公武后时 领悟天道之招 而夜小猜的武学 虽不若素寒真的无法猜测 以夜书的全面扫地 夜小猜却仍是武林阵道中 如同巨树般的存在 耿直专一 守信众诺的夜小猜 虽为四童出身 但有着不屈不挠的个性 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让其成为中原武林 不可或缺的一员 享有中原剑圣之盛名 沉默稳重的特色 搭配口白嗜好 营造该角色独特的风范 青衣红林化本音 江湖六土不敌人 严七都公四分音 严重一拔下相斤 打尽千山不仁乡 冬初公秀相命天 冬风吹相应严谋 笑嘴青山万丁天 百六红林心意识 四都跑减表性 前面替大家整理 叶小猜相关的造型 兵器 人际关系 武学造译 接下来也用各时期 带大家回顾叶小猜 成为中原剑圣的传奇故事 叶小猜身父携手魔魁 与其母叶婉青分离后 四处被追杀 满天红未报答一剑万身的恩情 将叶小猜送至黄花居 作为四童 在此段期间 叶小猜与同在此地的肖竹营陷入热恋 使一剑万身渡火中烧 在叶小猜的脸上留下刀痕 定下两年后风雨平决战 而受叶小猜所败之师 接受一剑万身所杀 屡遭挫折的叶小猜 见到南山草茅下的半驼废 叶小猜天生对刀剑的直觉 使半驼废以苦肉计 回去叶小猜双手 迫使一剑万身离去 经过半驼废的悉心照顾 叶小猜的伤势逐渐痊愈 并得到半驼废 毕生所学的教导 半驼废以只手之身 作为最终考题 叶小猜百思不得其解 一夜白发 最后经由欧阳上至的指点 领悟无声之声 断舌正道 将阴风刀 此黄剑提名 刀狂与剑持 赠予叶小猜 将我替你挂减霸 灭与其一切 初秀的理智 没出这个黑门 你就是这个无声的人 祈祷 与剑天 风雨平上 叶小猜击败一剑万身 与一刀万杀 而萧竹营抱着棋子 经少医前来 但叶小猜在心境上 以大为转变 再加上深受欧阳上至解惑之恩 替其服务二十年 因而无法与萧竹营母子相聚 开启他命运多舛的剑客生来 叶小猜手诺报恩 而留在欧阳上至身边保护 饭陀废为让叶小猜离开阴谋家 欧阳上至身边 与肃寒真布局寄杀欧阳上至 使叶小猜对恩师不谅解 为替欧阳上至报仇 叶小猜寻上肃寒真大战十二天十二夜 在歧路人的协助下 伴陀废与叶小猜和解 也决定放下仇恨 帮助肃寒真完成熟世之缘 此后叶小猜逐渐成为 正道不可或缺的栋梁 而叶小猜的儿子金少爷 自小遭气 毕生不断以打败叶小猜为目标 频频挑战设计 后受到歧路人苦心教诲下 才让子回头 半月中之战 父子遇血杀出重围 无奈造化弄人 金少爷终究混沌不归路 叶小猜经历爱人 恩师 儿子之死 种种打击下 在心中留下众多遗憾 人与群侠 突破封都鬼楼 拔出玉恒天剑 取出吸雷针 为一夜书天河运观护刑 原神出窍 逼出非凡公子三教之子身份 与肃寒真血战是非小径 带着身受重伤的肃寒真 闯出魔狱 四处求一 护航三教之子登基 为抗魔葵 狂刀 剑军 叶小猜 各成天命 分别成为三教传人 攻破血道天宫 拯救不知名 迎战入魔的三教主 对抗魔葵 金少爷生前 与欧阳林产下一对双胞胎 金小开 花飞花 花飞花自小体贴善良 金小开承袭父亲叛逆本色 多次羞辱叶小猜 在无极殿上逼其下跪 等数不清恶行 后圣母将善恶分体 左飞悲善 于另一种形式上了解叶小猜 在回归本体后 终是改变放浪不羁的个性 在叶小猜遭萧瀟重创 手中兵器一遭毁坏 金小开受伴花龙 拨弄下 取得雕刀 神剑 却意外让剑神穷八级之死亡固 而好不容易和叶小猜修复关系 与自在天女结婚生子 金小开却亡于穷八级手中 纵观前期 叶小猜皆为亲人努力 即使金小开干尽坏事 终是让叶小猜看到金小开 让子回头 曾加立业 而天道报应下 却又让叶小猜面临孙子 接连的离去 受到邪神的拨弄下 花飞花与许愿先取愿 魂魄遭夺 最终在素环针的握拳下 以铺拳阴弱 救活花飞花 神剑遭受阴谋家 所夺算计 在事件坡上 设下神剑争夺之局 让正道人士自相残杀 叶小猜为了金小开参与建争 击败傲笑红尘 而魔剑道之乱使花飞花重创 并剑手安排下 让花飞花与香陵宝馆引盾 群侠屠龙计划失败后 加入天侧真龙阵营 为看魔剑道 协助阻断魔艳大军 取得法器 彻底消灭魔艳后 进入菩提界通过考验 继承清廉之力 星云和尚 一夜书百丈陶禅 封印波寻 而金少爷孤魂受行天师安排下 化为神童 长河南星 指点正道迷津 苏寒珍未救一夜书 前往天外南海 却遭毒害 叶小猜多次保护苏寒珍度过危机 直至息鼓完毕 叶小猜便与长河南星 前往天外南海退营 弥补父子亲情中 无法圆满的遗憾 如果有一天我五夹将士 你不够出手相救 因为我希望你好好滑下去 因为这是丁河南七年 并在出体会人生一场 我心中的寒昏记平 并想要为我观望 你平安的你的愧快乐 我希望你能为我 为我最后这段时间 时间谁忍不住 对厄小天两人之间 所思出色 亏是影响 《龙城圣影》时期 叶小猜与肃寒珍一同在线流离仙境 试探血影 护法佛剑分说 遇见与自己境遇相同的名战 感化原本算计之心 三度对决东方鼎立 一度魔界献宗武林 叶小猜协同白法剑者 共诸色身童子 加入公法庭 为护原儿 欲血奋战 遭九货与叶重生等人围杀遭情 九货将其带回魔界禁锢魔化 福音师以咒术将叶小猜良善意识 从体内抽出 封印于世界 失去意识后的叶小猜 与武林大开杀戒 开启万血邪路 造下重重杀劫 狄神官 眉神官 莫承莺 皆死于魔化叶小猜手中 在自有素晗真舍命相救下 叶小猜终是被换回异世 为不让战友难违 叶小猜离开流离仙境 守护素晗真之关 弃天帝降世时 叶小猜再次回归 与群侠立抗魔神 卫护与人飞尽 叶小猜被打落北越天海 被知遇藏心 与不见何所救 半生残疾 战胜心魔 心剑诛杀福音师 解开魔资枷锁 伤愈后 叶小猜回到中原 与昌联手 救出盲佛 立抗血绑高手 护送素晗真转身莲花 素晗真复生之后 叶小猜参与天剑之争 在连番激战下 受伤中毒的叶小猜 对上末日交扬 最终以坚强过人的意志 战胜敌人 取得天剑 并得到六书一所授 天剑三绝 对决死神传说太学祖 在双联布局 与万古长空合力下 天剑荒神之力 催散死神之能 与苏兰真赶往藏龙壁途中 欲灭渡三宗蓝沙 埋身藏龙壁 在空间漂流中 意外来到磁光之塔 与苏兰真回到苦境后 对战死国阿修罗 蓝组入魔一夜书 寻找一夜书入魔解药 随着境界之争白热化 万古长空与叶小才 走到了敌对的立场 叶小才失手挫杀万古长空 千叶传奇未报仇 率即进大军围攻叶小才 叶小才竟遭肃贤亲偷袭亡故 在苏兰真安排下 集结所有复活要素 叶小才曾孙 曾以金小霞之名行走江湖 后卫叶小才 以天晴雾剑生之名再出 与一夜书等人前往流沙地 复苏叶小才 叶小才重生即成为古武族泰武 持泰武神器 投入圣魔之战 借由原生之玉 凝成了心玉共振之力 此段时间 让叶小才 拥有短暂开口说话能力 为迷独白之死 寻上公武后 在扣因子布下连环策 炼化魔佛 消灭圣魔原始 叶小才战中心玉碎裂 再度失身 依照素涵针的安排下 加入魔吞不动城 化身苍鹰宫 平定创罪者 调查议事 决斗别离禅 苏涵针受议事影响时 联手狂刀 带回苏涵针 前往流离仙境 守护苏涵针 及暴徒弟之仇 叶小才再展不凡修为 斩杀堂绝 九轮天之乱时 谢风笛安排下 与莫寝池 狂刀三人 以三教密招 回去九轮天 与苦境之间的通道 为雪犯天之恨 苍鹰对上印无迁 虽遭重创 仍以星剑将对手一剑封猴 再次为一夜书护关背心 仙风笛进入仙脚后 不动城解散 夜小差再度隐退幕后 邪神乱寇 武林四处邪缆 花飞花 雾剑生 亦春寒 未必邪缆之祸而失踪 夜小差先后受邪剑司 地海古堡所针对 而地海古堡 原是魔使催化下的惨物 夜晚金的碧女 化为风月灵 不断灌输风月墨龙 以打败夜小差为目标 多次针对夜小差 太武神器遭九二剑尊所断 未破邪剑 挑战名神 也意外使长日昆吾 解除鬼气 使夜小差在天命牵连下 回到轩龙昆吾的过去 打造坎离双气 才察觉轩龙灵绝顶 原是恩师半驼飞的过去 感念恩师生前所做的一切 以明星车悟 击败长日昆吾 带着遭受囚禁的杨母 西同佳人退赢江湖 纵观夜小差的经历 从毫无根基的少年 迈进剑圣境界 作为一个扬名天下的剑客 代表的是无言的正义 与寂静的热血 前半生 为家人 为恩情 让他尝尽酸甜苦涩 天伦之乐 对夜小差而言 也许是奢侈 但种种一切 他更珍惜身边所拥有 金小开的彻悟 或金少爷化作长河南星 于天外南海的那一段 都是夜小差众多遗憾中 深刻的记忆 终在参悟天命后 带着孙女花飞花 曾孙悟见生 一元未能享受的天伦之乐 如今夜小差已隐退幕后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人能在剑 刀行无悔 剑珠百携的故事 继续传送 这次夜小差的故事 大家还喜欢吗 在丰富的三十几年的历练中 夜小差的剧情中 更多了许多情感 这次影片 也必须让大家认识到 他的家人 所以不少的篇幅 在介绍夜小差的家人故事 而在故事中 没有提到肖竹营 与恩师半驼废之死 主要人是考虑 所有的内容顺畅下 必须忍痛拿掉 而当初 雅子的哭声 有参与到的戏迷 是否能印象深刻呢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喜欢哪一些片段哦 之后有机会 我们看是否 除了Podcast外 特别做一只 夜小差的情感世界 而这一切 也要靠大家持续支持啦 下一位英雄事迹 我将继续推出 同属三传人的 乱石狂刀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的话 也不妨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周二、六都会推出 布袋系的影片与Podcast 喜欢这支影片 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订阅加留言 现在我们也有开启 LINE社群 跟各位导游一起讨论剧情 定期锁定我们的资讯 我们也不定时会推出抽奖活动 回馈给支持我们的观众 之后我们会更努力推出 更多元的布袋系相关影片 也请大家帮忙 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啦 那我们就之后的礼拜二再见咯 我是Gavin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